森林的草丛中,两只小松鼠奄奄地躺着 周围鸟与花香的热闹与它们无关 究竟是遭遇了什么,让这两个小家伙遭遇如此境地 画面中,两只小松鼠正开心地玩着一只玩偶 然而不久之前,它们还是躺在森林里奄奄一息 等待命运审判的小可怜 好在那天,女子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它 告诉它在森林里遇到了两只小松鼠 那只被它们取名叫芯片的小松鼠 被它们看见时才刚刚睁开一只眼 而另一只叫做克洛伊的小松鼠 则两只眼睛都没有睁开 据它们判断,这两只小松鼠当时还不过五周 它们躺在隐蔽的小草丛中 并不敢轻举妄动 害怕它们的妈妈找不到它们 于是它便守在一旁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两只小松鼠的妈妈并没有找来 而看到小松鼠们痛苦的样子 女子最终还是决定先将它们带回家 等到将它们养大,再将它们送回到森林当中 回到家中,先是用柔软的布将它们裹住 又找来一些食物喂它们 由于小松鼠们还小,只能用细细的针管 喂它们一些牛奶 开始小松鼠们有些害怕 面对女子拿出来的食物,动也不敢动 后来在女子轻轻的安抚之下 它们才渐渐放下警惕 慢慢地作了起来 伤好之后,它们更是成了女子家里的小顽童 常常在女子干活时 搜的一下爬上女子的胳膊 爬来爬去,女子也乐得跟它们玩耍 可分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尽管很不舍 女子还要将它们送还给大自然 大概在小家伙们十周的时候 女子开始培养它们对野外的熟悉程度 先是将它们都放出去 第一天,芯片在野外待了三个小时左右 她看到了许多的树 并且尝试往远处跑 几乎在周围邻居家的院子中都逛了一圈 这个过程中,女子十分紧张 但是随着夜色渐浓,芯片还是回来了 她似乎知道自己该回家了 这让女子觉得不再那么担心 甚至觉得这个小东西对自己做的事情十分清楚 就像是长大的孩子 每天傍晚会打个电话说 妈妈,我一切都好一样 她们的表现让女子十分满意 而克罗伊外出的第一天 她仅仅是在周围转悠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随后就回家了 相比于小芯片的野性 她似乎更喜欢自己柔软的小床 这让女子觉得似乎要多花一些时间 才能让她放心离开家 日常生活中 女子也会将她们小屋子的门打开 惊喜的是,除了这两个小家伙之外 常常还会有别的小松鼠来跟她们一起玩耍 久而久之,芯片开始夜不归宿 一段时间后,克罗伊也开始这样 不过有趣的是,当很久没见时 她们就会出现在家里的草坪上 有时早上一开门 就会看到可爱的克罗伊 正在门口等待着她的早饭 而她们也会招呼自己的朋友们 一起来家里做客 久而久之,这个家中常住的小松鼠 竟然有十只之多 最让人惊喜的是 后来,芯片和克罗伊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们也常常带着孩子们来看望女子 对于女子而言 她们已然成了自己的亲人 如今的开枝散叶更是让她十分惊喜 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看似遥远 实则可以很亲密 对待动物只要真诚 就一定能获得他们的青睐 古往今来多的是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温情 甚至有时这样的感情能够延续好几代人 这就是自然的奥妙之处 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旁边 这样的画面实在是令人感到温馨 今天就让人间暖雨 为你带来这个温馨画面的背后 更加温馨的故事吧 一个住在芬兰的家庭 在自然公园散步时 发现一只松鼠倒在路边 它已经奄奄一息 似乎很快就要面临死亡 看来它是潮里掉下来后 被鸟袭击了 小松鼠的一只眼睛严重受损 但幸好还活着 祖母为了救助它 把它送到了动物医院 在医生的治疗和家人的照顾下 小松鼠慢慢恢复了健康 也变得越来越有活力 刚开始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 小松鼠的胆子还很小 喜欢独自玩耍 但是在相处了一段时日之后 小松鼠的胆子也变得越来越大 它开始活跃在家里的各个角落 甚至于有时候累了 小松鼠还会爬进家人的口袋里 在那里鱼快地睡一个好觉 虽然它跟家里人关系非常亲密 但是对于陌生人还是非常警惕 也惧怕陌生的环境 等到小松鼠长到足够大的时候 祖母开始训练它如何在野外生活 并决定将它放生 当家人把小松鼠放到后院的时候 小松鼠爬上了树 但是很快又跳回了家人的肩膀上 重复了好几次 一旦家里人把自己给藏起来 小松鼠就开始很着急地 寻找那些熟悉的面孔 看起来它因为受伤的眼睛 很难在野外生存 而且它对这个家庭的感情很深 舍不得离开这里 最终一家人决定将小松鼠留下来 彻底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毕竟如果强行把它放生到野外 小松鼠很可能会活不下去 何况家里人也非常不舍得这个小家伙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小松鼠活跃在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地方 它在房子里跑来跑去 和家里人一起玩耍 一家人也因为小松鼠的加入 时常充斥着幸福的小生 家里人还为小松鼠买了一张特制的床 但它似乎不想睡在那里 总是会爬进其他人睡的床里 跟家人们一起睡 甚至有时候在家人的掌心里玩耍的时候 就这么睡着了 小松鼠很聪明 它会陪着主人一起玩吉他 也会跟主人学习很多事情 它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乐 这样温馨的画面 同样也出现在了纽约的一个公园里 这个男人应该是公园的常客 公园里有一些野生的松鼠 男人每次来的时候 都会带上一些坚果 这次他带的是花生 很快有一只松鼠跑了过来 它用小手接过男人递过去的花生 站在围栏上专心致志地啃着 不一会儿 小松鼠又朝男人看了过去 似乎是在讨要更多的花生 它甚至还因此跳到了男人的身上 神奇的是 小松鼠不是全部吃掉花生 而是跑到男人的肩膀上 将花生放在男人的衣服里 他将自己的小食库交给了男人 似乎是在分享自己的食物 以感谢男人的投喂 男人啼笑些非 只好再次给了他其他花生 告诉他自己不缺食物 这样一人一数奇妙的画面 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 影片末尾 需要感谢各位支持人间暖宇 下期不见不散 除此之外 我们也想与你分享更多的感人影片 小海豚搁浅海滩 命悬一线的时候 一个男人及时赶到 怎么来帮助他呢 几天后 松鼠疯狂地再次出现 当他试图让迈克跟随他时 他简直不敢相信 他发现自己对神奇机器人动物表示欢迎 那是一个寒冷的星期二早晨 小棕色松鼠跑向迈克 显然是在寻求帮助 因为他过去曾担任过兽医 他知道该怎么做 他先在鞋盒里装了毛巾和衣服 这样小松鼠就可以舒服了 他用帽子喂他 日复一日 小松鼠似乎有所改善 但有一天早上 迈克醒来 他不见了 他很惊慌 小松鼠去哪了 他开始寻找他 所以他搜索了他的院子和周围的森林 他搜索了几个小时 最终他在远处发现了一只松鼠 没有错过任何一个节拍 迈克跑向那只动物 然后被困住了 当迈克靠近时 他惊讶地发现他和给他带来小松鼠的那只松鼠一模一样 他确信这是同一只松鼠 但每次迈克靠近时 松鼠都会移得更远一点 似乎松鼠希望他离开跟着他 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分钟 然后松鼠决定停在树林中间的一个空地上 那个地方完全被树木包围 看起来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东西 但松鼠感觉有什么东西站着不动等待迈克 然后动物接近开放平面边缘的一棵树 他开始疯狂地在树皮上爬上爬下 迈克站在那里试图找出问题所在 这棵树看起来完全正常 没有什么异常 最终迈克以为松鼠在和他玩 并决定他最好回家 直到松鼠消失在树上的一个洞里 开始把头从洞里探进探出 焦急地想知道答案 知道松鼠想向他展示什么 迈克走近树 试图看看洞里有什么 因为洞在树的高处 所以他无法够到它 然后迈克敲了敲树皮 意识到他听起来是空心的 但那不可能树上有东西 否则松鼠不会那么着急 所以他决定跑回家 用钻头和仰角锤拿一些工具 迈克小心地在树的空心树皮上 钻了一个洞 花了一些时间 但是最终他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圆圈 并且能够看到里面 当他这样做时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谁会把这样的东西藏在树里 因为迈克可以看到树里面 他发现了一个鲜红色的冷藏箱 他被锁住了 他试图用锤子打开它 为了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他决定把盒子带回家 当他回到家时 他注意到盒子有一种奇怪的气味 闻起来像天然的东西变质了 这不一定是难闻的气味 但他无法将它与它进行比较 他以前闻过什么味道 他需要找出来 所以他再次尝试打开盒子 但所很坚固 他无法打开它 这时迈克想起他有一个工作的朋友 在建筑中 也许他可以帮忙 所以他拿起电话给李克打电话 李克告诉他他会帮助 李克住在几个街区之外 所以迈克在去往李克的路上 松鼠跳进了他的车里 迈克注意到有一辆汽车在他后面行驶 然后他几乎似乎在跟踪他 这可能与盒子有关吗 没有人看到他找到盒子 他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但迈克选择了另一条路线 只是为了安全起见 迈克到达李克的家 他身后的汽车从他身边驶过 继续行驶 他快速地看了一眼 迈克注意到车里有两个人 但他看不到他们的脸 李克直接带迈克去了他的棚子 那里有很多设备 但尽管李克尝试了 索却纹丝不动 迈克很失望 拿着他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 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也许他不应该拥有这个盒子 而主人可能不怀好意 也许里面有非法的东西 那时迈克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盒子了 因为他决定继续尝试打开它 毕竟里面可能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而且他真的可以使用 你看到迈克一直在经济上挣扎的钱 这可能是他需要的幸运突破 当迈克回到家时 他注意到一扇窗户被打破了 门大开着 他跑进了房子 当他进入客厅时 他发现整个房子被翻了个底朝天 正在寻找一些连接点的东西 很明显 有人在寻找盒子 因为没有其他东西被盗 报警似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事情 他们很快就到达了 他们开始调查 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指纹 闯入房子的人确切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警察问迈克是否可以想到 有人会这样做 他说不 但他没有告诉他们有关盒子的事情 他们建议他在其他地方过夜 以防窃贼回来后 迈克又给李克打电话 他的朋友同意让他过夜 但半夜 迈克和李克下楼查看时 被一声巨响惊醒 发现客厅里站着四个黑衣男子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但他有一些属于我们的东西 其中一名男子指着迈克说 李克很困惑 但迈克很清楚 他们想要冷藏箱 但他不会轻易把他送出去 此时 情况变得非常紧张 很明显 蒙面男子会不惜一切代价 将冷藏箱拿回来 迈克意识到自己陷入了麻烦 并告诉这些人 他将带他们去拿他车里的冷藏箱 迈克抓起他的车钥匙 给了劫匪他们想要的东西 二话没说 他们拿走了冷藏箱 蒙面男子不知道的是 迈克在他们开车离开时 仍然震惊地打电话 给他们的车牌照片 那天第二次报警 住在一个安静的乡村 入室盗窃并不经常发生 尤其是同一天不会发生两次 当警察到达时 他们决定 迈克和李克 应该和他们一起去警察局 这样 他们就可以在警察局 得到他们的陈述 警察局的警察 对迈克 对冷藏箱的事 保持沉默 感到不安 这是重要的信息 所以他把这件事保密是愚蠢的 迈克同意了 他道歉了 但当警察检查驾照时 他告诉了他们 有关车牌照片的事情 车牌原来属于几辆被盗的汽车 很明显 他们正在与职业犯罪分子打交道 几天过去了 什么也没发生 直到发现被到汽车中的几条线索 所以警察开始巡逻 最终 其中一名警察发现了其中一辆车 并打电话 叫来了他们 他们需要进入房子 所以他们叫来了特警队 当特警队进去时 他们发现 家里有四个人 他们正在电脑上检查一些东西 红色冷藏箱就在旁边 警察逮捕了这些人 当他们检查冷藏箱时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冷藏箱里有一个追踪器和另一个小盒子 里面有一个USB闪存驱动器 USB棒已装满 当警方分享他们的发现时 麦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意识到保留盒子是非常愚蠢的 当他回到家时 他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坐在外面 看着外面的森林 想着帮助松鼠妈妈 是如何导致这一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